Mentus is here at Hôtel Mentus is here at Hôtel I'm here at Hôtel So I'm here at Hôtel It's so lucky I'm here at Hôtel I'm here at Hôtel I can't trade it Hello everybody, how are you?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Lekwee Welcome to my new vlog Today I have a new day I will go to Van Gogh Alive 也不是一個Van Gogh的展覽 我等下再跟你們說更多 我現在要吃早餐 然後要寫一個這樣 Morning pages的東西 在我的日記 這個Morning pages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就是每天早上你起來的時候 你就先坐到你的桌子上面 然後打開你的日記 然後寫上面你的Docs 因為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有很多雜亂的思緒 所以就是趁這個時候 把它全部寫下來 然後把它全部清空了以後 你就可以很productive的 去完成你接下來一整天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我有try了幾天 然後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因為通常我就是會在 沖涼的時候也是會想很多東西 可是如果你寫下來後 就是把這些東西這樣子丟出來了 整個頭腦就會比較清醒 就是把雜亂的思緒都拋開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寫一寫 我寫完啦 我買上面 現在呢 我就要做一點學校的事情了 給你們看 昨天剛剛到的 在Amazon上買的 登登 這個是我的Laptop case 我想要買100 可是因為那天 我就看到 我的那個Amazon Prime Membership 它自己扣我錢 所以因為我忘記要cancel subscription 你知道 就一開始好像是免費的 然後我忘記要cancel subscription 結果我有放在我的那個calendar通知我 可是不懂之後它沒有pop出來 然後它就扣了我的錢 所以我就想說I'm not as well 就買一些我需要用的東西 所以那天就迅速的訂購了這一個 然後買了夠 我就立馬cancel我的subscription了 所以現在我來裝一下這個 欸 嗯 嗯 Oh no 哈你這樣給錯我啊 我買的是13吋的 你這樣給我15吋的 No 嗯 呀 哇 一定要先錯給我 OMG I'm so sad now 我試一下 我訂的是13寸的為什麼這個 這樣大個 騙錢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上網買東西 每次就是會 來錯的東西 你看 怎麼辦 至少我還有這個可以mark screen 幸好這個也沒有很貴 算了吧 OK 那麼 現在呢我要來上一下網課 這個網課呢就是我最近 joined 了一個mentorship program 它是我們學校的marketing society 的mentorship program 然後之前我就沒有什麼參加 因為就覺得不可能會選到我這樣子 就是之前就把我做這種想法 因為學校這麼多人 然後他們全部這些program 每次都是會篩選過後才會選人的 他們都會偏向那種 local student 然後你有很多experience 那種他們才會選你 所以呢我一開始就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 不過就想說都最後一個semester 然後我在我這一個月的那個目標前就是寫 一直在看我們學校有什麼free的resources 然後就去用這樣子 比如說很像那些self development的 好像有教你critical writing skill那種 或者就是有什麼free的很像link in啊 有free的course我們可以去上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個program升級的時候 你是要寫就是為什麼你要參加這個 你希望你可以從這個program裡面得到什麼什麼 就是一些那些要回答的問題這樣子 就之前就是會有一點懶惰做這樣子 因為就覺得反正我選不到 可是這次我就想說就是try一下咯 然後我就真的去做這樣子 所以我就填了然後加上去 然後過後就是竟然被學到了 超級驚訝 對然後我就遇到了一個mentor 我的mentor他其實人超級好 就是第一次meeting的時候他就已經有跟我講 他就講他真的是想要幫助我 然後他已經list他了 他這個mentorship program裡面 他要教會我什麼 然後要給我什麼東西這樣子咯 然後我的朋友他每次就有參加 這種mentorship program 他就講說他從來沒有遇過這樣好的 這種mentor啦這樣我運 但我這個mentor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很幸運啦 對然後他就有叫我去上一些網課 來提升自己的一些heart skill so for example 因為我是讀marketing的嘛 他就叫我去上一些email marketing inbound marketing那些的東西 他就有給我website 然後叫我去上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要去上那個網課 然後要完成他的一個考試 因為他最後的時候有一個考試 我已經完成了差不多四個小時半了 還剩下最後一個半個小時了 然後就可以去考試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去聽課 然後考試 應該不會很難吧 可是要一個小時了他這邊寫 喔對我忘記我講這個故事的原因啊 就是想要跟大家講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要try啊才會懂 就是報這個你沒有拿到也沒有損失的嘛 就是回答幾個問題這樣子 雖然這個也不是什麼很大的事情啊 可是就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嘛 然後就是學下了這些 比較academic的society的活動嘛 其實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個 然後就是第一輪就已經被淘汰了那種 所以也沒有報太大小 但這次就被選到了非常開心 那我現在就來上我的網課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我已經上到最後一個了 我現在就是要來聽最後一個 Yay 我做完了 就是我都要做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呢就是在看一看LinkedIn 我現在就是try每天養生習慣看至少一篇到兩篇的文章 因為LinkedIn上面的文章其實我發現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很多是那些company 好像BCG或者Deloid他們發的文章 然後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章 就可以增加一點自己的知識這樣 現在是下午12點半 然後等下等下會煮午餐 然後也煮我的飯 所以我等下就過去他家吃午餐 然後現在呢我要來planning一下我這個星期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是week6 然後我們的week6是flexiweek 什麼是flexiweek 就是這個星期是沒有上課的 就沒有tutorial也沒有lecture 然後就給我們catch up uni這樣子啊 或者可以講是一個midterm break 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是term嘛 不是semester 所以一年裡面我們有三個term 然後每個term都是上課上 week10吧 week11這樣子就考試了 所以整個課程就是很趕 然後其實之前有這個flexiweek 可是不是每一個course都有 然後現在變成差不多每一個course都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business course也是有咯 所以這個星期是算是比較輕鬆 然後自由的 所以呢我就要來plan一下我這個星期要做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在這個星期完成很多之前在上課的時候都不能完成的事情 比如說我想要拍多一點影片 之前其實都沒有什麼時間去拍比較有主題的影片 所以我想要plan一下 然後我想要upskate也是就是 呃 想多一點那些免費的網課學一下 我現在是想要學htmr還有css 我最近在找做那些marketing的工作 然後他們很多就需要這些 所以現在就來planning吧 我現在換了衣服 然後要去之後家吃東西要過後 我們要去做gym 所以我現在穿了運動 外面很冷所以套了一個護笛 這是MSO的護笛 MSO是Malaysian Student Organization出的 還蠻好看的那些設計 到後面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吃午餐然後就去gym吧 今天好冷喔 前幾天還蠻熱的 然後這一個星期又變成很冷的 我們的午餐 對 嗯 吃光吃的 現在來做gym 吃這招啊 今天是冷冷 好 好 現場直播 運動完了現在回家 天氣好晴朗喔 雖然今天有點冷 做好gym來喝 做好gym就是要喝 ok 獎勵一下 這是Jason的生日禮物 錯了 叫Laplu 很肥喔 我們的朋友先回去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Dangos Online 我們叫了一個這個 灌豆子 Cute 現在我們要來吃 然後等一下就要回去準備了 然後等一下就要回去準備了 現在是 對 走 我現在已經換好了 我等一下要穿的衣服 登登 有沒有一種很反西的感覺 嗯 那麼呢我們現在就要來畫一點妝 然後因為等一下呢 我是要戴口罩 所以 我就是大概 呃 畫一個淡淡的妝就好 又到了這一個熟悉的角落 等等因為我在這裡只有鏡子 等一下畫好妝 我過後要跟他們去吃 晚餐了再過去 然後因為它是有時間的 就是我們訂了是8點 因為它還是要限制人數嘛 COVID的關係 所以不能遲到 等一下要去看的呢 就是VANGOLF的展覽 它不是畫展 可是它是把VANGOLF的畫 投影出來 然後它會搭配音樂啊 那些 然後其實這個展覽喔 原本是在MELBURN版的 可是因為MELBURN COVID很嚴重 所以就換成在SIDNEY版 然後一開始欸 我是很想去這個展覽的 然後過後我朋友就講 要50多塊的那個票 然後聽到那個價錢 就這樣說 算了 可是過後呢 我在看那個Emily in Paris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在巴黎的時候 有拍到這個展覽 我就想說 哇 還蠻不錯的 就是也是很想感受那種 就是 很像在VANGOLF的畫裡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自己上網看了一下價錢 然後發現其實是32塊 就for student 然後我就立馬問我的朋友們 然後他們也是想看 所以我們就訂了票 現在已經展了差不多一個月了吧 我們算是比較遲了 但是沒關係 我等這一天的好久了 好興奮 很久沒有去看這種展覽的 其實SIDNEY算是有蠻多 美術館的那些 可是我差不多都去吧 每次展的那種時候差不多 所以現在有這個 非常的興奮 現在呢戴口罩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眼影咯 畫眼影就好了 先走一種比較 氣質的路線 好啦 大致上就這樣 我也沒有放睫毛 搞一個短妝就搞定了 耶 現在我們要去學校附近吃麵 然後 就在一起過去那個 Entertainment Quad 應該那個Entertainment Quad 在Move Park 就是 離我們學校大概 做Trend五分鐘 六七分鐘 這樣子 就到了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學校附近吃 現在在等我的朋友他們 準備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去吃東西 所以我先來 看一看YouTube 終於有時間玩YouTube了 就是這樣子的風格 Mama Cats 我們現在在走著去那個 地方 好安哦 要排队进去 请 rowsbt respond 我们要排队的鼓声 optional 适量预 ile领 showed 祖父 impart叶的鼓声 太wl 两iggle 冲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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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ion 我回来了 刚刚那展了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虽然之前有一度觉得可能不需要去 因为他就是把他的画 就是用一种projector的方式呈现出来嘛 可是我觉得真的还蛮震撼的 就是我觉得他配合音乐 然后还有那个图画的整个呈现的方式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 虽然有一点小贵啦 但是我觉得去一次这样是不错的体验 然后我买了他的toothback 这是我很喜欢的曼谷的其中一幅画 这个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 然后刚才还有卖那个starry night和向日葵的 可是我还是买了这个 因为我最喜欢这一幅 很有feel 不觉得自己就置身在他画的画里面 很有感觉 然后刚才这样子展览下来 就是他放了很多Bankov在世的时候做的作品 真的会惊觉 他真的做了超级多的作品 在他那么短暂的人生里面 然后他配合音乐的整个那种感觉 就还蛮 让人就是emotional这样子 然后他还有配合他讲过的一些话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starry night展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感觉到好像在那个starry night里面 因为他整个打下来的那个灯光啊 的感觉就让你真的觉得很像置身在那个画里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棒 超级开心 这一天的Vlog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记得帮我在下面按个赞 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